很多的新手朋友总是害怕上高速 总以为走高速比普通道路更难 就算走到这样的道路时 总是胆战心惊的 总是判断不好左右车距 以及各种驾驶技巧 来大家看一下 今天的话事呢 就带大家现场走一段高速路 前面这里就是一个高速速飞扇 我们在上高速之前 首先第一步就是要提前设置好我们的导航 因为很多的新手朋友上了高速之后 很多的路标路牌 它是根本看不懂的 我们提前设置好一个导航 我们听着这个导航走的话 就能为你避免很多不必要的这个麻烦 好我们设置好导航之后 我们现在就走 现在我们拐过来 提前打好左转向灯 看好前面 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看好我们这个车有没有EDC 如果说有EDC就走左边的车道 没有EDC就走右边的车道 来大家看一下我这个车 这里就有一个EDC 那么我们就走右边的车道对不对 但是我们在进入这个EDC 在那个竿子之前 一定要提前减速 一旦车速过快的话 可能这个竿抬不起来 来给大家看一下 看到没有少了 都过了对不对 如果说你是走人工通道的话 这里有一个细节 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在走人工通道 不管是给钱还是拿卡的时候 就一定要先挂空挡 拉手刹 要有这个动作 这样的话 才能够避免很多新手朋友 盼望不好左边的车距 车子离那个站台离得比较远 可能就要伸手去拿 拿不到的时候 可能就要开车门下车 如果说这个时候 你没有拉手刹 没有挂N挡的话 可能稍不足以 就容易造成扭车 那就比较尴尬对不对 当我们过了这个首飞站之后 前面这里就有这样的扎道 在这种扎道的话 车速一定不能过快 一般情况下 都是线速到40到60之间 同时还有这种岔路口 一定要看到这个导航 岔路口绝对不能走错 走错 一旦走错的话 它是一个反的方向 可能就要多跑几十公里了 现在还是在这个扎道 还不是在这个高速走路 看到没有 像这个 就如果你车速过快 是不是很容易甩尾 是不是 所以在这种弯道 一定要车速不能过快 不单单是说快了 就容易被拍照 其实对我们自身安全 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好 前面这里马上就到了 这个高速走路 在汇入走路之前 这里有一个细节 大家一定要注意 看到没有 这个位置 它有这个导流线的 这个位置 我们千万不能 从这个位置转轮去 千万不能 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车速提起来 先把它至少要提速到80码以上 建议大家 同时观察我们这个左后事情 看看后方有没有车 没有车 我们就打点方向 这样就转进来了 非常的简单 当我们转进高速之后 很多的新车朋友都关心一个问题 我究竟是走哪一个车道更安全呢 其实我想说的是 走高速 不管你是走高速还是走普通道路 都没有绝对的安全车道 只有你适合你当时跑的那条车道 的一个实际情况 你比如说 对于新手来说 我都建议大家 对于这种两条车道的高速 都建议大家 走在右边的车道 为什么呢 这里就有两个利弊了 假如说 我们现在就转过去右边车道 对于有的新手朋友来说 如果说我们长时间 走在这个左边的车道的话 来看一下 旁边就是这个隔离带这种护栏 对不对 很多新手朋友本身 对这个车感都不好 如果说判断不好 我们左边车身 与旁边护栏的这个距离 稍不注意 如果说 跟旁边的护栏发生刮伤的话 那后果是不敢想象的 如果说 来我们现在又走在右边的车道来 我们走在右边的车道的话 假如说 前方发生什么紧急情况 我们可以 往左边道 旁边还是车道 对不对 我们往右边道 右边还是这个 应急车道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 对于我们开车来说 都有更多的这种 零变去反应 更多的空间去反应 对不对 哪个位置有拍照 导航都有清清楚楚的 有告诉你 同时我们在开车的时候 尽量做到眼光溜露 定八方 所谓的眼光溜露 不是说 你只盯着前面看 这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在看前方的同时 要随意的去留意我们 左边的后视镜 以及右边的后视镜 这样的话 对我们整个车身 能否跑到中间 能否车身有没有普遍 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同时我们在超越 这个大号车的时候 这里有一个技巧 在如果说你不变道 不跟车的情况下 一定要保持在50到100米 如果要超车的话 提前打好我们左手上相当 看我们的左后视镜 会不会没有车 我们就变道过来 我们在超车的同时 一定要把油门踩深一点 看一下这个大号车的前轮 看看它有没有变道的这个趋向 然后直接超过去 超车的时候 千万不能犹豫 不能犹犹豫的 超车要果断一点 直接超过来 那么我们又变过去 在变道的同时 也要看我们的这个左后视镜 看看刚开始我们超的那个大号车 它有没有加速上来 看看后方有没有车 加速上来 然后我们再慢慢的变道过来 这样的话 其实我们在开车的时候 比国道 比我们城市道路更安全 为什么呢 我们在走国道 走城市道路的时候 很多的那种路口 红绿灯 对不对 红绿灯的话 说白了 很多的起电动车的 有的还要闯红灯 但是我们走高速的话 它就不存在那这样的问题 因为也没有什么路口 对不对 只要你说白了 只要你守规矩 比普通道路 比城市道路更安全 同时看到没有 这种天气 遇到这种大雾天气 这里有一个细节 大家一定要注意 遇到这种大雾天气 假如说 遇到农天都比较低的情况下 就一定要开启雾灯了 但是很多的朋友 都不知道怎么去开这个雾灯 一般现在的家用车 都是有这个自动大灯的 也就是说 这个旋扭 是在这个Auto的这个位置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你开启雾灯是开不起的 我们在开启雾灯的同时 我们这个指针 一定要对准这个猫脸 或者是这个向左的章鱼 这个时候我们再开启雾灯 开前启雾灯跟后启雾灯 很多车型都是有的 有这个前启雾灯跟后启雾灯的 好 我们现在再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怎么去超车 连续超车 好 我们提前搭好 这个左转向灯 看看后方有没有车 前方这个车也是变道 那么这个时候 左边有车右边有车 那么就一定要保持一定的车就了 先不要急着超过去 好 等前面那辆车 完全超了旁边这台车 然后我们再超这台车 那么想到就要很安全 对不对 如果说两台车并排的 万一 不管是左边还是右边的车 突然踩沙沙 对我们的影响 都是很大的